一到夏天,孩子身上,特别是在四肢弯曲的窝布,在胳膊,腿上,起了一些红色的疹子,比较大,非常痒。 这是怎么回事儿呢? 案例,今日,温州五岁的小朋友洋洋背部,突然起了一些小疹子,并且又红又洋,磨上去还硬邦邦的,家人就带起到温州市中心皮肤科就诊。 经医生询问,原是近段时间以来,天气渐热,家人在洋洋的床上扑上了胃经清洁的凉席,洋洋睡在上面,被满虫叮咬导致皮肤炎症,也就是求诊心寻麻疹,到底是怎么得的这个病? 哪里来的满虫,该怎么预防? 夏日为了家人的健康,一起来看看,家中哪里有满虫? 满虫喜欢温暖潮湿的环境,主要存在于家居卧室内,有乙床入入,沙发,地毯,义务以及空调过绿网中多件。 据了解,80%左右的下转,鼻炎和皮炎之女尘脈有关,严重危害人类健康。 对于儿童状态,孩子被满虫感染有什么症状? 医生指出,满虫叮咬后的皮疹特点,是水中性风团然红色丘诊,丘套诊。 水中显著,被叮咬的中央常有同样欲点,皮疹越挠越红肿,抓破后结痂,会留下色素沉煮斑,而人从叮咬后纠肿红肿。 是当抓挠皮疹和暂时缓解痒感,不会留斑吧? 此外,满虫叮咬的皮疹通常出现,在皮肤被衣物覆盖的部位,且成片出现,一周左右才消退。 而满虫叮咬后皮疹通常出现,在皮肤裸露于空气中的部位,数小时或一到两天消退。 辨别,满虫叮咬vs蚊子叮咬,不管满虫还是蚊子,被它们叮咬后,都不能频繁抓挠,以免造成皮肤破耸感染。 若想给宝宝止痒,消肿,可参考一下办法。 冷敷消肿 把湿毛巾放入冰箱冷冻后,也可以直接用毛巾包住冰块,放在宝宝被咬的部位进行持续冷敷,每二到三小时冷敷一次,有助于消肿。 涂抹,涂干时洗剂止痒,涂干时洗剂适用于各种皮疹止痒,但给宝宝涂抹时要注意避开皮肤破损处。 肥皂水清洗防气包,被蚊虫叮咬后,立刻用碱性肥皂水清洗丁咬物为可防止气包。 口服抗过敏要消炎止痒 对于过敏体质的宝宝,被蚊虫咬后,若症状严重,可对医生指导下口服抗阻碍要消炎止痒。 注意,别盲目使用花露水、瘟油精、肺子粉等给宝宝止痒,否则可能适得其反。 若症状加重阴及时就医,并尊医主用要减轻宝宝的痛苦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